说什么苹果在中国大陆的代工厂 他摆明就点名我们的河硕 红海这些等等什么血汗工厂 他到底论述是怎么样呢 我想他几乎是直接就点名河硕 毕竟其实如果你想用一个外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老实说这些工厂 这些工厂他们或许跟他们自己 本身在英国或在欧洲的一个生活条件 其实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在座到有没有去过欧洲 欧洲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除了德国人之外 其他人下午都在那边发呆 在那边喝下午茶 所以很可能是一种 这种类似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观 去看到别人投射到别人的一个身上 所以当然这一次BBC 他是派遣的一个卧底记者去 他里面有提到说 可是真的有卧底记者进去工作吗 因为他有偷拍到 他有偷拍到一些东西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有这个release出来 所以让你看到说 他说一次轮班要轮12个小时 所以工人 他有拍到一些工人没有办法 就是边工作边打瞌睡 甚至中午有一些这个时间 休息时间 就只能直接趴在工作台上面睡 我想其实老实说 如果你生活在台湾 你觉得也还好吧 今天在台湾 谁不是午睡时间 是在办工作直接休息的 但是英国人不会这么想 他觉得说哇 这个好像是有虐待员工的一个可能性 甚至他卧底记者又提到说 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 而如果说要求要休假一天 那竟然一直被打回票 甚至包括说连续工作了18天之后 又被迫参加不计心的一个会议 而且宿舍居住环境不佳 其实老实说我要帮合作说一句公道话 我是没有去看过合作宿舍 没错 但是我刚好有同学在合作集团上班 他有看过 我想他们地方真的弄得不错 所以当然可能跟他们这种 英国人的想法可能是有一点落差 事实上这个BBC 他出包不是第一次了 他这次这个什么节目呢 他的全景节目 他是以这个拍纪录片非常著名 所以过去呢 比如他有几个非常有名的 像他也有卧底进去拍北韩的一个实况 那也有去卧底进去呢 去拍那个奥运会啊 深奥卖票的那个奥委会的情况 那当然他也惹出了很多的争议 比如说呢 当初他有去申请说 要拍那个中国奥运圣伙传递的一个纪录片 那没想到是以这样的名义申请之后呢 就到处去拍人家那个赠灾灾区的状况 然后报导说人家多么没有人权等等之类的东西 而且他也造假好几次 比如说他也曾经有 BBC有曾经说那个动物的纪录片啊 结果根本那个主持人没有在现场拍 那有的是搭景片的 有的比如说他拍那个北极熊 根本就去动物园里面搭景片 然后拍起来好像野生北极熊一样 那尤其是像这个血汗工厂这一种的议题 是他们最爱 而且不是 而且先前也有出包过 比如说他们之前的话 有去拍那个英国的一个评价服饰 叫做手标 然后节目的名称就叫做手标上架 然后说人家那个手标啊 都是用童工 找那个印度童工来多么虐待他 然后在那个很糟糕 肮脏的工厂里面 在那边穿针缝那个布这个样子 那结果事实呢 结果被踢爆那些根本都是造假的 那当时这个全警啊 因为那一个童工的节目还有得奖哦 就全部追回 全部追回那一集手标上架的一个节目的话 自此永远不准再播 他是造假的 因为刚好我这位同学 他是在合作集团里面的旗下的一家公司上班 他刚好有这个姻缘机会下出差去的时候 他是没有看到员工书 他看到警卫的宿舍 他说警卫宿舍住的真的是很好 而且他们警卫 说你要在合作当警卫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厂区当警卫 不像台湾可能这个什么学历 什么没什么限制 他们还要专上以上才能当警卫 因为他们会怕说 有些不管是因为他也帮微软做这个service嘛 然后他也怕说苹果的一些资讯外流 所以他们需要的要求还蛮高的 所以他们住的也是相当不错 跟这个这个BVC所提到的 好像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啦 我想苹果一直很强调说 你的工作场所一定要很OK啦 或者包括这些人一定都要非常不错的 我想包括他说他努力维持公平安全的工作条件 然后包括他说合作的这个劳工的一个工时 每周平均55个小时 没有超时状况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为什么会超时 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可能是要加班 那或许是因为这样 但我们不知道实际状况如何 政治报道整个合作的一个回应是说 他们这个厂的员工也没有超时加班 而且呢他里面有提到说 有扣押新道任的一个员工身份证 他说也没有这回事 而且呢对于他的一个不实指控啊 是提出严正的一个否认跟抗议 或许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议题 或特定的怎么样去针对性来做的 有立场了之后然后才去拍 然后所以报道出来的东西 当然就会是有所偏颇嘛 所以导火为因就对了 对所以讲说这个合作啊 多么的血汉说真的 我不相信 其实刚刚库克的回击啊 我也在看那个冠金的字卡 汉伟我印象中哦 其实苹果他在挑那个供应链 合作厂商他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了环保啦 包括了标准 那技术面呢我们就不谈了 员工的工作环境 苹果好像每一段时间 都会派人去调查检查 对不对是这样吧 对啊你看贾博斯那个时代 对所有的一个产品的品质 多么吹毛糗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一个 制造商代工厂的部分的话 他不会去要求他相关的一个 员工的福利或工作的环境 我觉得实际上都会去看过 而且库克前不久才去大陆 去走了一圈嘛 对啊他去富士康工厂 对啊他不会看到类似 和硕跟富士康他们的一个 工厂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我觉得BBC这样的一个报道 但是有失他的公平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的卧底记者 其实是大陆的员工啊 所以大陆员工 其实对这个大陆环境 其实也都习以为常了 只是说回到整个一个英国 去做一个剪辑之后的话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是真的是有一些偏颇 听到你这么说 我看到那个苹果的回应 多一点点联想 因为库克既然会去大陆 宏凯旗下的富士康 也许他也去核硕 我还印象中他在组装那个地方 还稍微坐了一下 看一下员工 还用英文交谈 对还用英文交谈 对不对 他现在女员工还跟他talking一下了 所以会不会库克 其实已经到核硕去看过 所以苹果的回应 才会这么样犀利 你看他连核硕工时是多少 都讲得很清楚 然后回击了BBC对不对 对啊这一定是两边 核硕跟苹果相关 已经说好共同的一个说法 对外做一个发表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 其实对台厂的部分的话 应该可以回复他一个公道 我看一下那个核硕的股价好吗 今天那个利空袭击下 当然在礼拜六礼拜天 看个分 其实他是收涨的 在六日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 然后核硕呢 童子嫌你看马上就回应了 根本就是造假 根本就是错误的 核硕股价开高震荡 今天我还收在几乎最高点 那鸿海股价顺带也看过一遍 鸿海股价虽然今天外资 是有买转卖的 不过鸿海股价今天也收在最高 带总最一点补充 鸿海跟河硕尤其河硕 利空不怕股价走高 所以呢 这证明了有点什么 那河硕反映了前面的一个消息 就是河硕的接单 对 他们记住很多的这个数量 慢慢都拉伸起来 为什么 树大招风嘛 对对对 所以这要针对河硕来打 先前是打鸿海 后来再打河硕 我觉得这边影响 对股价的影响不是很大 真正影响还是将来的 订单多少 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所以两党的标的 河硕跟鸿海 手上的续报就对了 股票 最近这短线这边买的 可以持股续报 接下来呢 大家都分享过 然后也不用参考了 好冷啊 这几天你会不会觉得好冻好冻 我们在摄影棚 风霉吹进来 还是觉得好冷 七度八度九度了 所以呢 吃个火锅 现在你晚上 如果六点七点 或者五点 再去订那个火锅 他会告诉你 没有了 可能要到八点才有位置 每一家火锅店都订满 所以呢 我们就好奇了 看了一下网络 竟然网络真的有票选 这是网络温度计的票选结果 全台湾大家最爱 最疯狂的十大锅物 麻辣锅 好辣 加母鸭 寿喜烧 羊肉炉 泡菜锅 列前五名 不过我好奇的是在起源地 竟然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宾云 对 没有错 其实讲到这个冬天 吃火锅是最好的 所以刚才光是讲到说要讲这个资料 我再回想一下 哇 那个麻辣锅 口水都要流出来 像台湾的话呢 其实在整个火锅市场当中的话 麻辣锅占了一个大中 那以台北为例的话 又好几家相当知名 而且人气相当旺的一个火锅店 比如说像老四川 老四川这个我也常去吃 他是号称什么呢 最正宗的一个巴薯麻辣烫 这样 当初他的老板原本是在大陆工作的 那认识了就叫老四川餐厅的一个 这个这个音源纪会老板吧 所以就把当时呢 整个四川正宗原味的做法 引进回来台湾 那原本第一家店是开在高雄 那也没有很大的店头 十几个桌面而已 没想到他的这个口味的话呢 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饭做率一直一直往上提高 然后从南开始往北打 他这个麻辣锅呢 跟其他的一般的麻辣锅 不一样在哪里 就我个人的观感来看的话 第一个 他的辣锅这个部分 麻而不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所有的那个麻辣锅的原料 都来自于他原来的四川那边 送货进来的 对 没有错 所有都是 所以有的那个麻辣锅 会很就是 有的会很麻 很辣 就是太辣让你很难入口 但是他这个 他这个老四川的一个汤头是香 让你觉得是香 而不会觉得说太辛辣 而难以入口这样 那另外他的白汤这个部分 一般我们那个麻辣锅 大多数人可能就弄冤枉锅 一边是麻辣锅 一边是白汤的锅 对不对 那白汤的锅顶多大骨熬一熬出来 就上锅了 可是他那个白汤 如果有去吃过的 仔细把它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现那个白汤 其实是浓稠状的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是有用心用中药去熬的 所以说光喝他那个白汤呢 其实也很入味啦 那当然他的那个料理里面 有的什么这个什么川味凉粉啊 那些都是蛮著名的 也是蛮好吃的 那另外像粘季的话 也是在台北啊 相当相当是一个好的一家店 那他这个是从新庄这边起家 那现阶段分店也扩了好几家 那我觉得粘季的话呢 我有去吃过 他算是CP值相当高的 因为好吃 然后又不贵 那他的肉片啊 这些的话呢 这个都有一定的一个水准在啊 所以麻辣锅这个选项来讲的话 算是一般的消费者很爱的 那除了麻辣锅之外 姜母鸭 哦 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啊 去吃这个姜母鸭 是最最最最适合的 可是哦 你用麻辣锅 它起源地在中国大陆四川 就可以理解 因为就是爱吃辣嘛 可是为什么姜母鸭 我们台湾很多鸭啊 为什么它起源地也在中国啊 哎呀 这个啊 其实我们绝大多 除了台菜是我们正宗之外 那很多的一个料理 当然就是从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当初国民政府拨迁来台的时候 引进的 不过后来有些也都是改良过的啊 比如说我们现阶段的一个 姜母鸭来看的话呢 当然就比较有改良 那适合台湾人的一个口味 那就目前坊间来看的话呢 最热门的其中之一 当然就是所谓的霸王红面姜母鸭 这个部分 他是坚持说他的鸭子啊 都用红面鸭 而且用32种中药材去一个熬煮 所以生意也是相当相当好 请问红面鸭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其他面鸭吗 听说比较补啦 比较补喔 对 听说比较补啦 就红面翻鸭 我打个插 他那个鸭肉啊 鸭肉比较厚实 鸭长得比较壮 而且他的红面 比较大只 对 比较大只 而且那个鸭本身数量比较少 所以他打这个招牌 吸引到很多客户 红面翻鸭 这个可能乡下比较常见啊 那一般的鸭子的话 有的我们是白鸭嘛 那这个红面翻鸭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霸王姜母鸭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家卫姜母鸭啦 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后来啊 原本可能是有家蒙这个霸卫啦 那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就开自散叶出来脱离家蒙等等之类的 那地点是在内湖这个地方 生意也是相当相当的好 总之呢 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啊 去熬一锅这个姜母鸭 然后来吃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事情啦 像三重又有一家非常有名嘛 每次去排 哇 我最长的一个记录 等了三个小时 六点去排 九点多才吃到 你那个是三顶部那个角角对不对 左脚那个地方嘛 对对对对 说到姜母鸭 我看那个冠青po那个吃的 照片好几次就有吃姜母鸭 你印象中你吃过最好吃的 其实那个 他刚刚有提到像霸卫 其实霸卫他一开始连锁的时候 就刚刚就像冰宇提到 他开枝善叶 其实霸卫有不少的地方 他们原先是用这种甘蔗 红甘蔗去控汤啊 那个汤是鲜甜 但是它不是很甜 我问你用甘蔗去控汤 应该就不用再加什么味精 没有错完全没有加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说有些当然 当然就有些 他是真的用甘蔗去弄 他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多半都是从这个霸卫 去延伸出来的 甚至包括像麻辣锅 其实我们刚刚可以帮冰宇补充 其实刚刚那两家我都吃过啊 这个不管是这个 粘季或不管是老四川 其实老四川还真的比较 像这个从这个 从这个四川来的 因为我到这个成都去啊 我吃了一家 这是全中国十大火锅品牌 叫做熟酒香 如果这个有去过 中国大陆应该都吃过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味道 其实跟老四川 真的是非常像 就差在哪里你知道吗 因为四川人很喜欢吃 非常的油 那就差那么一层油 那所以那个 那个熟酒香 那上面那层油是厚到吓死人 但是味道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我想至少有学到 学到算是这个比较里面 比较道地一点 那粘季部分可能是比较符合 这个台湾人 台湾人这个一般的口味 我想可能大概是这样来做一个解释 第三名哦 我们赶快再看下去 是寿喜梢 对 讲到这个寿喜梢 我也有感情 为什么呢 台湾讲到这个寿喜梢 比较知名的连锁店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 Momo Paradise 这个地方 想当初我跟我老婆 很年轻的时候 这个也是都去那个Momo Paradise 你还是很年轻啊 对 去那边约会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他应该是吃 我经常记得的话 因为吃到饱嘛 那很年轻的时候 这个口袋比较没有钱 所以去那边 可以一直点肉边吃 你待会去那边吃 他又爱吃 就被你感动就嫁给你哦 哦 当然没有啦 一开始初期约会的时候 当然不会去吃到饱的 初期要去有浪漫 有气氛的地方 熟了之后 熟了之后呢 开始去就是这个 好吃或者是爱吃的啦 那所以说 他那个寿喜梢的话呢 当初刚开始 你进来台湾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一个热门 他会建议你就说 你就先把蛋白跟蛋黄分开 然后呢 你要去吃之前 你先把这个粘 你把那个肉去粘这个蛋白 然后下去烫 烫两下之后起来 然后粘着蛋黄 一起吃 那就是会比较滑 滑入比较顺口这样的感觉 就从日本流过来的口味 OK OK 对 所以我补充一下 寿喜梢其实很多人 会把它汤喝完 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有朋友去日本玩 去吃寿喜梢的店 然后结果他把那个寿喜梢 底下的汤通通喝完 然后他听到隔壁桌子说 すごいすごい 他想说奇怪 他来讲什么东西 结果原来是在讲说 哇台湾人怎么这么厉害 把那个酱油汤通通喝光 你还知道是他们喝完就想说 奇怪日本东西怎么都那么咸 因为你去日本吃拉面也是一样 汤他们其实是不喝完的 没想到我第一次就是把它喝完 就很咸 很咸对 你看他的那个汤是不能喝的 不要喝就对 尽量不要喝 尽量不要喝 因为太咸 他是拿来沾面用的 对 那个是酱油锅 所以那个原则上来讲 应该是不能喝 那当然除了这个寿喜烧之外 另外冬天除了吃姜母鸭 麻辣锅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补的 就是羊肉炉这个东西 那当然发源地也是在中国这样子 那台湾这边呢 比较著名或者是比较连锁的一些 在街榜常常看到 就是郑老林羊肉炉 那他也是吃到饱的一个方式 当然消费大概380块钱左右 是在卢州那边开始这个出来的 那其实生意也是相当好 那另外的话讲到羊肉炉 就不得不要讲一下 高雄郑岗山的这个羊肉炉 那像是他的那个明德羊肉炉的话呢 就相当的一个知名 因为毕竟他那个羊肉吃起来的话呢 还带点皮较Q一些 所以去到那个岗山 沾一下他那个豆瓣酱来吃的话呢 很够味 现在冬天的话呢 吃起来对身体很好暖暖身 那除了羊肉炉之外的话呢 进广告楼 第四名是羊肉炉 还有一个泡菜锅 部队锅 这个今天我们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还在想 这时候讲这个十大最热门 最疯的锅物 会不会太残忍 有点饿 大家都饿起来了 越来越饿了 对对对 可以去吃个宵夜 没关系 待会儿还有6到10名哦 当然吃锅物哦 切记不要把自己吃胖了 吃火锅让自己不胖的方法 抱给您知道 发生的快乐 谢谢人